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寻情问证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我特意又是请南安姐上来 今天也是就这个话题 南安姐可是重量级的嘉宾 南安姐你好 你好 听众观众大家好 但是重量级不敢当 一直是 对对对 重量级谈谈常识更有力的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就是关于中国的前总理李克强 事事 就是27号 昨天他突然去世 引起很大反响 我这样的 我先给大家 放几个图片和视频 然后我们带入这个话题 我们先看一看他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图像就是他从上海 他的灵鹫 是一个整个很长的车队 从上海送到应该是北京的八宝山 我进一步的视频和更多的相片 好像还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展示 什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 而且他这里面我还有一个几个视频呢 是关于民众对他悼念的 大家可以看看 和合肥是李克强的老家 那么他呢 大家可以看看和肥的民众 这是鲜花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活在对岸 不得了啊 长度辗转离合悲欢 人居永人散 这是鲜花 这是民众在时间纪念的 你看你无碌 我从上去转离合悲欢 那么还有一个像李克强的故居 我们可以看看 也是这个民众过去来 瞻仰啊 警拜不算瞻仰李克强一体没在那里啊 总之吧 就是这个纪念活动啊 真的是现在看来 大家基本都是自发的 自愿的啊 就是这个让我想起来 乃洋姐 让我想起来 就是我们再看这张照片 你那个声音是不是要关一下 好的好的 对 现在我把这个放上去 这张照片呢 刚刚才闪了一下 这是纪念周恩来去世的时候 北京十里长街啊 这个老百姓自发的 来站到这个 这是1月9号 1月8号逝世的 197 我还记得1976年1月8号 后来引起了四五事件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现象 乃洋姐 我想就是 我先介绍到这里啊 时间交给您 您觉得 怎么评价这个事情 我还看到那个 高瑜发了一个推 哦 我这里我也有 就是说他那个灵鹊 从北京机场 出来的时候 在四环上 大概是停了 好像上半辆车吧 稍等我看是不是这个啊 对就是这个 我来给您读一遍啊 昨天傍晚真是感动 站在万圈河桥 希望 这是北京西边的四环上的啊 交通管制的中 交通管制中的四环 万辆车停滞 星红色的尾灯 在西洋下影衬 在西洋影衬下天地一色 所有的车都在静静的等候 当车队从西郊机场驶入 进入四环主路的时候 万车齐名的场面 堂堂七十只区位置泪目 这正是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位置送行 那个我还有 对了 我这还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 视频 就是那个那个鸣笛的 我带给大家 这个鸣笛的视频啊 这个我也给大家放一下 对这就是蔡霞说的那个鸣笛的 好那我就放完 南洋姐您接着说 我看到这个高瑜的这个推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也想到十里长街 当年走 其实后来四五天门事件嘛 当时的是 其实是用死人压活人 这个8964 死人压活人 对8964也是借着胡耀邦的去世 我觉得也是一个死人压活人 就是百姓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和突破口 趁着某一个人的死去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应该是一个震动 对就是这个李克强的 这个我们最后讲 这个什么是不是阴谋啊 我们这个最后讲 但是他这个突然的去世 造成的客观效果 对习近平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就老百姓这些自发的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现在对国内的民众 已经不是十分了解了 我觉得更多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情绪的宣泄 和对习近平的这个不满意 至于高瑜说的什么七始之躯啊 江山是人民 人民是江山啊 江山什么是为这个这样的总语送行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我放到最后数 我怎么看这个评价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叙述一下吧 因为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把这个李克强上到总理位的这一段 我们把它回购一下 然后再评价 这段我也是我想问您的 就是基本上呢 是涉及到我们怎么去评价李克强 现在基本应该可以说盖棺论定了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这事就要推回到十几十年以前了对吧 2012年的10月15日的时候呢 先是习近平在党内 18级一次全会上呢 变成了这个党的总书记 我还轻轻出入记着 当时迟迟不出来那个常委 等了好长时间 对 当时还说什么什么 又又又胡锦涛如何说 反正是 就是他是千呼万呼万唤吧 最后是十月十五号出来任总书记 那么他十二月四号呢 接着呢 就在首都各界纪念 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 有一个讲话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记得当年我的老爹非常兴奋 觉得这个可是盼着了 这个仲心的儿子终于说了 一上任就说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其实呢 大家就都没注意到 他十二月 这个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号 就上任的第二天 在政治局的第一次学区会上 他就对坚持党的领导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我可以把这个念一下 他说强调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 幸福所在 指出党的领导 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 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 祖国统一外交工作 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明确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要求 不是空洞的抽象的 要在各方面各环节 弱势和体现 其实这也就说得非常明确了 但是呢 老百姓选择性的提 就所有的这些这么明确的表白 抵不上一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所以说这个把权力关进笼子 可不是这么理解 就是把党里以外的 或者把习近平手里以外的 所有权子都关进笼子里 这笼子有党题 对 但是当时老百姓 看的没有那么清楚 就是习近平在政治局讲话里 政治局里的这个学习的讲话 当时也宣传的没有那么厉害 真正宣传的比较厉害的 还是把制度关进笼子里的 所以我像我附近他们这一代人 一直期盼着就是宪政 宪政大开张的人 当时有一种兴奋 后来呢 然后李克强上任应该是第二年 是转过年来的三月 13年 对 13年的三月份 李克强在人大的十二届一四会议上 就当了总理 当时当了总理以后呢 我们大概普遍的感觉就是应该是习礼 对吧 因为江珠和胡温 都是这么延续过来的 那么自然呢 就是习礼 是吧 而且因为两个人的仕途呢 这个走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很平的 甚至李克强呢 比习近平的这个学历啊 和他的这个地方的主政啊 好像还要更 至少他的知能度啊 更踏实一些 就是好像他的 就是当时在老百姓的感觉吧 对李克强还是挺好的 所以就是对习礼呢 没有什么怀疑 觉得就是在延续下来 就是习礼当政了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李克强吧 他也是愁住满志的 我正好呢 就是他三月份上位呢 我五月份呢 我们就去了南京 就在南京吧 有一个叫 克强经济的一个试点 叫乡村城镇化的试点 喉冲社区 哎 我们就去参观了 这个喉冲社区 你看哈 他这个沙盘啊 当时就 人就跟我们讲 这是克强 夏世林吧 在这边 对 这是我 就当地的那个人 还有 那其实有一个人是 他们南京 文化大革命 一个什么歌的 这个作曲 就特别有名的一个 一个当年的一个 被抓起来的 一个造坟派 他后来就搞这些东西 那个你看他这个沙盘推演啊 这个都是把就是李克强总理新上任啊 提出了这个乡镇城镇化啊 这个洪珠社区的试点 然后你再看下面的那个照片啊 哎 你看他这个计划都是很很很详尽的 当时还特别正容歧视的给我们介绍 然后呢就 哎 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 就是这个大片大片的啊 就是已经被 实际上就是被 一个公司包下来的这个土地 但是特别巧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出来看这个地的时候呢 就碰见了一对老夫妇 大概是将近70岁了 一对农民老夫妇 背着锄头就从这个地里出来了 后来我们就问他 就是哎呀啊现在这个城镇这个乡村城镇化啊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老头老太太就非常值 糟糟糕了 坏急了 我们现在每天都70岁了 我们必须得出来干活 我说他一天拿多少钱啊 他说一天老板给发14块钱 一天不干活一天没有钱 而过去呢我们都有自留地 我们种点菜啊 种点养个猪啊 我们都不用花钱的 我们起码吃肉吃菜是不花钱的 现在什么都要花钱 不干活就没有钱 所以一上来就把李克强的这个 这个城镇化就 就让我有一个感觉 就老百姓并不欢迎 后来呢就去看了他们住房 怎么叫城镇化呢 就是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推了 土房都没了 这个地呢就被承包的老板给承包下来了 然后呢有些是你开始种蔬菜啊 他们更多的是开发科技园区 当时为什么招待我们呢 就说哎呀你们能不能饮吃啊 从国外饮点什么高科技项目啊 其实就是出租土地 就是出租土地挣钱 那老百姓呢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陈小平的节目上还讲过这个事儿 就是老百姓就上五层楼 但是这个五层楼是没有电梯的 后来我就问我说哎呀那这个房子怎么分 他说抓丘 抓丘抓到几层就是几层 我说那要是没有土地了 这些你们的孙子辈怎么办呢 他说孙子辈不管呢 这是村政府只管到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一代 就是他们是有权按照这个原来的房地啊 和原来的自由地啊和人口啊 这个比例来分房的 至于孙子以后那不管了 反正都城镇化了 你们自己去想玩谋生吧 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呢就一点也不好 并不好 我对李克强这个就根本就没有看好 但是能够感觉到李克强当时在下面的人的微信是非常高的 他提出这个乡村城镇化以后呢 底下实际上是个雷厉风行的 嗯 这是就是 呃 就是说总理有号召我们是要跟着走的 就是他的影响力在底下是很大的 我至少是我当时的直觉是这样的 可是呢我很不看好 我觉得 就是他们 您刚才说李克强总理说的 他微信很高的像之性 这些老百姓知不知道这个是来自李总理 或者他们的不满会不会产生他们对总理的不满呢 那不知道 都是都是村干部 郑干部 这个 这些人来来实施的 呃 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土地没有了 呃 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呃 房子没有了 嗯 然后必须要打工 这对他们直接的这个损伤 实际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呃 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眷恋 你现在把他的土地完全剥夺了 这个社会会很不稳定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还有呢我觉得像你这种大规模的哈 啊就是把各家各户或者小村小户 或者小村相遵 像呃 当年这个公事化一样全部把它呃 集中到一起 这种搞法 这不是市场经济的搞法 就是农村的改变 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应该是农民觉得怎么做合适 一个自然的往前走 或者说一个改变模式的过程 像李克强这样 用强行的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手段来推行 这个肯定是要失败的 呃 但是后来我很庆幸啊 这个就没有推行下去了 因为很快 很快这个这个 李克强的这个经济的权力实际上被习近平 给拿走了 也剥夺了 也剥夺了 呃 然后呢 但是就是呃 这个李克强呢 因为他是学法律出身的啊 呃 我记得呢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啊 再就转过年来 就是他是2013年3月当选的 那么到2014年呢 就开了这个呃 叫十二届人大的 我这有截图 这个他说了句名言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对这个呃 明言的就叫呃 就是当时请震撼的就是让市场 就是让中国的市场变成法无禁止即可为 让政府 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也就是说让政府这个管理市场的手呢 要收回去 把市场呢 交给民营企业家 交给老本性去发展 交给老本性去发展 所以当时他这句话 呃 就是在国外的呃 人中间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引用了 李克强的这句话 就是他们真的相信 这个我这有 我给您看啊 能看到这个截屏吧 现在 现在截屏看见 但是那个是有声音的 对我把这声音放出来啊 大家看能不能听不见 能听见吗 我没听见 听不见呢 那我没听见声音 稍等啊 稍等我我调一下 这个声音应该能够 呃 我再来 share screen啊 share screen 我看 嗯 Audio share 嗯 你该也不着急 我们 好 这个应该是可以听到声音 等会 能听见吗 好像声音非常小 哦 那声音可能是小 我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哦 稍等啊 好 我把声音调大一些啊 我现在呢 呃 再重新放一遍 好点吗 不行 听不清重 反正我听不见 呃 如果听不见 那 可能 哦 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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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怎么回事 对不起 我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刚才是这样的 对不是 不是 没有的 刚才是没有 这个share screen呢 要 要 我竖的 我竖的上去 等会儿啊 这个东西 因为不常用 我稍等啊 我把这个 哦不是 呃 在这里 好 现在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稍等啊 我把这个放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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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吧 引起轰动可以说 对对 而且你听他的这个声音呢 是非常有底气的 也可以 真的是挺躊躇满志的 我不知道你那个视频 能不能找到 就是他当时在 十二届前后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 他在人民大会堂呢 有一个回答中外记者 那个视频你能不能找出来放置 也是谈到了 让市场 法无禁止 既可为 让政府法无授权 不可为 当时那个确实是在国外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的 对 这个视频是这样 因为他是中外记者 他回答中外记者的这个提问的时候 对 这是一个大视频 但是这里边呢 就是他继续说那些话的时候 这一个多小时就 就是就在这里边 但是这里边就比较难找 什么和平共产原则了 所以我这个就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没关系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气场 就是那时候在外国人的心里头呢 那确实是习礼啊 习礼时代啊 开启了习礼时代 就觉得习近平是在管党务 而李克强呢 是在主掌中国的经济命脉 真正的国武 是在主掌真正国武 而且他是学法律出身的 而且他说了 如果我们中国对某一项市场上的行为 是没有立法的 你就随便去做 你想想这放开了多少人的手脚 而且明确的说 如果这件事政府不让你管 没有法律 你政府就不能管 你就不能去乱管 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我 我是直接的受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当时我2013年12月9号 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不是被扣了吗 扣了以后呢 我就告了 告了以后呢 那法院呢 就是接还是不接 这个案子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是有党领导一些 但是又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 但是又有李克强的法务禁止 即可为 因为这法律没说李锐口述往事 是这个什么反党书记 或者说违反国家宪法书记 我就可为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案子才被接了 但是转过去 你想到了2016年 当炎黄春秋被强行接管的时候 炎黄春秋到同样的法院 到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去立案 就连案都立不上了 就是这个两年 实际上 是两种声音 在博弈 我的理解是 就是李克强他还是有他的一定的想法的 他还是有他的一定的报复的 他是学法律的 至少在 就是政务这方面 在总理的这一摊上 他希望把他纳入这个法制的轨道 那么这个也就直接影响了法院的执法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李克强的声音还是被 至少被法院还是听到的 就知道政府这只手能不能到处乱抓 到处乱挠 所以呢 我这案子还是被立了 而且2015年的时候 这个我唯一的一次还见到了我的这个案子的法官 贾志刚 他还跟我说 说 不会那么长时间的 我们会很快的开庭 所以也就是说 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党的手 东西南北中 还没有说同管一切 我觉得那个时候 李克强呢 还是有他的气场在 他还是 报复 也想做点事 对 他还是想做一点事 那 到了 我觉得是 一个标识性的事件 在我看来 是2015年 那时候就露出苗头来了 2015年的5月26号 当时呢 是新华社有一个店 叫北京店 2015年5月26日店 习近平 李克强 就做好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做出重要的批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 对耕地保护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然后 是长篇大论的 说习近平如何如何说了 最后结尾 又说了李克强 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习近平在阅主带袍了 就是把他那只手伸到了政务领域 从党务 伸到了政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李克强呢 就表现得非常弱势 本来就是 王岐山以后 等王岐山死了 我们可以再谈王岐山 就这个时候 李克强其实是可以抗一抗 可以争议 他是可以强硬的 就是这是政务的领域 不是你习近平应该管的 你习近平应该去管你的党 就像当年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对吧 开了七千人大会 那个时候呢 就是刘少奇出来 扭转局面 有了一定的这个 转机的时候 在会上 刘少奇挡住了毛泽东的讲话 就是毛泽东要说话 刘少奇把他话茬接过来 不让他说话 结果气得毛泽东拿出宪法 说我是党员 党章和这个宪法 还允许我这个公民 允许我这党主席讲话 党的是什么玩意儿 那时候毛泽东叫主席吧 允许讲话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习近平还没有像老毛那么强势 而李克强是可以硬起来的 就是说至少在我的政务国务院这一摊 我是可以延期 法律的 就是用法来管理市场 可以搞这个市场的这个自由经济 让民营沿着这个法律的轨道走 政府不要干涉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没有做 很明显他就退了 我觉得这里是有渊源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们看他在 他是1998年6月到的河南 开始做省委书记 开始是做省长 后来做了省委书记 其实他是地方的大员 组长一个省啊 这个河南省是他说了算的 而且当时他的顶头上司也不是毛泽东啊 对吧 就是他有一定的自主权的 那时候省要省里的大员的权力还是很大 有些事情是可以不听党中央的 那他当时去的时候是个什么局面呢 正好是河南的叫血浆经济 造成的这个艾滋病 这个肆虐的时候 保百姓卖血 完了得艾滋病 得艾滋病 就是有的家里人死就剩孩子了 就是很凄惨的 那个时候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河南的这个血浆经济造成的这个艾滋病的肆虐 他是在这个情况下去接任的 结果你看他当时提出的是什么呀 他提出来的是加快工业化 城镇化 这个就是后来他当了总理 你看 那个南京那个 对对对 也是一样 对那个侯重生 他是一样的 他那时候讲城镇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 后来到了2003年呢 他又正式提出来的中原崛起 你看 就是他这个学法律的 其实历史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气体 他可以脱颖而出 他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是亲世流民的地方大官 结果他对这个高耀节的迫害 一点都没有放松 其实他应该去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力的表彰高耀节 高耀节医生 对吧 高耀节医生把这个事情导入出来 就跟当年蒋燕永医生在SARS的时候 对 救了大家一样 对吧 就是后来蒋燕永2003年的时候救了大家 高耀节医生那个时候 真的是救了河南人民啊 要不是他 这个艾滋病不定 最后就传到全国各地去了 对吧 结果他对高耀节一点都没有起保护作用 而且你学法律出身的人 对这个事迹其实是非常容易处理的 就是从最基层开始 从乡镇 然后到县 然后到省一级 每个人追究你的违法 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就是这些医生是怎么去采血的 你们地方的官员是怎么来连钱的 把这个案子一个一个案子把它查清 把这些手上沾满了老百姓血的人 绳之以法 这个就在一个省里建立起来的一个法治的概念 那么河南省呢 就变成了一个全国的 法治的一个先进的省份 因为他给你摆了这么一个大案子 你又是学法律的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案子 办成了一个全国 一个模式吧 或者是一个非常的这个 先进的这么一个典型 就是你通过法律手段 惩治地方官员的为了脸钱 对老百姓的这个 这种完全无视法律 特别是医疗体系啊 这样一些东西 结果他根本就没有抓住这个历史契机 也就是说他心里头 其实那个法治的根啊 扎的并不深 后来你看他那个前任李长春 离开了河南 我们向游 对李长春离开了河南 后来最后就是步步高升了 结果这个在河南 造成了这么大的祸害的 一个前任省长 伊丽可乡步步抓住他 而且他是离开了河南省 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我觉得就是他在河南的所作所为 其实已经就是暴露出来啊 这个人啊 就是后来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个模式 就是保官保卫 就是他的最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官位 保住自己的官位 还有一个 这个您觉得他这种行为特点 与他是团派出身有没有关系 你看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我对不起 我再加一一句 为什么我一下就想到这个问题 你想想那个前两年胡春华也是这路 基本上就是你看他凶行波凶行波 一到他发现他权力得不到 或者说有些别人压子的时候 马上就怂下来 这团派特别容易就是 就是那种 以前北京外景的储窝子 就是这种你稍微给点压力 他就觉得你就觉得他特别的怂 稍微有点压力就退了 就撤了 我觉得吧 就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吧 其实他也是从农村插队这么上来的 他父亲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 就是这一代人的跟我父亲那一代人 老毛那一代人 那当然就是皇帝的思维了 就是这个上井河山的主要是皇帝的思维了 然后到了129一代投奔延安的呢 那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梦想 但是是宪法治国的一个梦想 那我觉得到了李克强和习近平这一代吧 他们的仕途之路吧 实际上是应该行归蹈矩的 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时候 你只有听党的话 跟毛主席走 你才能够入党 你才能够就是 好像李克强在农村的时候 也是生产大队队长还是怎么样 反正也是当了一个 就是他插队地区的这个官 那一定是听话的 北大当中他就团委书记嘛 他北大而且是许文汇干部 他绝对听话的 对就是说他头上有一个框框 就是我觉得做官的意识啊 像李克强和习近平其实也都有做事的意识 但是做事的意识呢 更多的呢 是是不是从老百姓的这个利益出发 就理想主义的成分就越来越少 我觉得就到他们这一代做官吧 做事呢 就是希望自己怎么说呢 是在历史上流民啊 或者习近平这个意识非常强了 但是这个历史上流民大概只有第一把手可以做到 到第二把手什么的基本就是听喝的了 你看像朱镕基那么强的个性 在三峡的问题上最后江泽民拍了板 他就跟我爸打电话 说江泽民总书记已经定了 就不要多说了 其实朱镕基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啊 你看温家宝和胡锦涛 温家宝也比胡锦涛要强势啊 也要能干的 但是最后都服从了党 我觉得后来就是这个模式下来啊 就是这个党国的模式没有被突破 所以它是个体制问题啊 它是个传统 一个传统的体制问题和他们的思维 就是要突破党国的体制 是要掉乌纱帽的 对对 所以就这个事 甚至要入狱的 像薄熙来 对 薄熙来那是另说着了 他上去 但是薄熙来他是想挑战 你想他想当老大吗 对 确实有这个 对对 就是说实际上后来那个体制 就是你想挑老大 挑战老大是非常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立刻强当时就怕了 就是当习近平显出了强势想占据国务院的位置 他一拱他就躲到一边去 我觉得对你说这肯定有道理 就是他是团牌出身 但是你其实你看看底下的这个汪洋啊胡春华啊 对李源潮还有还有李源潮也是一样 开始看着风光无限 最后一碰到阻力马上就送给人了 对啊 而且李源潮真的 我爸爸当年住院的时候 他去看我爸爸 他刚当了那个宗主部部长的时候 他还俯在我爸的耳边上说 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看了 我都同意 我都同意 其实这些人的心里头呢 不是不明白 但是呢 真的我觉得就是 是头上有个紧箍住 或者说是 反正我就是觉得他们走上来 这个仕途是因为听话 因为听党的话 因为行归蹈矩 这么一步步上来的 所以你说 说他韬光养晦 当了有一定的权力的时候 就可以市场浅晓 大概这事就 薄熙来这种性格的人做了吧 但是你看他在四川 在重庆做的事 这是挺坏的 这是非常坏的 这非常坏的 对 这个我都有 我认识的人都经历过这个 对 那波团判有一个人挺有冲劲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 你手不定就是刘延东 他是不是还有家里 有这个什么 那种共产党这个 就红色家庭的背景 对啊 他当然有红色家里背景 他老爹老妈住在二 住在二 后来他妹妹住在二十二号楼 就是那个 雯汐蒂那个是吧 对对 刘延东不要提 他他纯粹就是 因为是女的 所以他挺狂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能够那个团派中赶张 他自己号称团派 赶张扬的可能就他一个 他不做事 他当过统战部的部长 对对 就是实际上那个刘延东应该说附近的职位是比较高了 那李克强的实际上是就是现在没法比的 就没法比 所以他本身他的出身 就使他就冲劲就要小得多 然后就他的这个世主之路上来 我觉得这个体制啊就已经不可能培养出很有作为的人来了 就不太可能了 你想想温家宝比朱镕基差 那李克强就怎么会比温家宝要强呢 其实一个都不如一个 一个都不如一个 我觉得他在河南位置上 这个雪江经济的这个事情 他没有做成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人是不行了 然后到了2016年 习近平要插手到经济 要主管一切 要当毛泽东 就是你李克强不能比我强 我是皇帝 我一人说了算的时候 李克强就 我觉得就退下来了 就让位了 就让习近平上去了 是他个人的悲哀 也是这个制度的悲哀 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嘛 就是略胜叫什么 略胜优太 对吧 李克强呢 他要是跟薄熙来比 跟习近平比 他不是个坏人 但是呢 他在河南干的事够坏了 对吧 把农民坑的够苦的 雪江经济爱滋病 这笔账 现在都没有人提呀 这个真是他欠河南人民的一笔账 后来谁都不提了 就这一个败笔 这个对河南老百姓欠的这个债 他就不可能是什么 叫什么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为之送行 就是七十男儿 就这一点 这个还是高瑜说的那个话 对 这就是滥欲了 我觉得高瑜把他河南这段给忘 不光是河南这段忘了 你看他总理为他有什么作为呀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 就是大家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的尺度已经降到了负值了 就是说一个人不干事 他就一定好 他最后死了以后大家就会怀疑他 因为想不起来他干了什么特别特别坏的事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心情了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中国这种传统的思维 他都有一个我管的叫清官情节啊 就特别你在黑暗的朝代 就他老百姓总是希望 并且总是树立一个 有时候也是树立替百姓说话 思想进步 但是又不得知那么一清官对吧 你从屈原啊 什么司马迁的海瑞啊 你看即使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共产党时代 毛的时候有周 对不对 有周恩来 那么赵那个邓小平的时候有赵子梁胡耀邦 那么这个江泽民时候 大家就拼命的歌颂朱镕基 那么到了胡温的时候 当然胡温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影帝 但是有不少老百姓也觉得他做好事 那洗礼的时候 大家总希望看到一个清官啊 满足他心里边一种要求 我觉得有这种情节 您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文化吧 总是希望嘛 上面有一个 或者说因为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就是看不到出头之日 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 你想想那些 这个告状的专业户 丁字户 有几个告下来的 常年累月 我后来去北京出差 我就特别的 哎呀 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了 就是在 嗯 那个 过了 过了天安门 那个地铁出口 就是在往 天安门的东边 那个地铁出口 就是我每天啊 都从那上来 从那上来呢 就就看见 一个 母亲带着一个孩子 就就在地铁口呢 就铺着那个铺 就那么睡 没有人管 警察也不管 后来我就问了问 就是告状的专业户 就是成年累月的 然后早上 等着大家都开始坐地铁了 这个女儿俩就把那个包袱卷一卷 就走了 然后等着我第二天一看呢 又回去了 就 我觉得就老百姓的一种无望吧 当然就非常希望就是 哎呀 总理啊 或者说 为什么到北京来告状啊 就总觉得北京的官好吧 是顶下的官坏吧 其实呢 你走上了这个告状的路 就永远的不归路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 那个香肠河啊 香肠河当时不是拆迁吗 北京郊区的那个 呃 就是农民建了房 然后北京的老百姓去买 或者当时不就就拆了 拆了那个当时是郭小川的女儿吧 叫是叫郭铁梅我记得 就领头带着香肠河的这些北京市的居民啊 花钱买的这些房子 当时这房子叫什么房子我都忘了 就是小产权房子 就是你 你怎么没声了 哦对不起 我刚才想让您说 我怕我这边有遭音 那个对 就是小产权房当时就是 这个房子呢 它是没有正式国家产权 是当地农民啊 这个就京郊的农民 他他做的 所以他不能上市流通 然后呢国家不认为政治产权 所以他卖不注意 我应该记得是这么回事 对啊 但是你看那个 这个郭铁梅呢 可是正宗的红二代啊 不也给抓起来 过了一年多啊 那郭铁梅都70岁啊 你再想想任志强 对吧 你再想想蔡霞 对对对 任志强也有红色家庭嘛 一样 蔡霞也是 对啊 任志强算是敢说话了 对吧 你最后你敢说话的下场是什么呀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 2015年吧 这个习近平开始阅读戴庞 那习礼的这个模式呢 基本就算是没指望 但是我觉得 就是李克强的彻底淡出 习近平变成了习皇帝 一人说算的 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的 2016年的1月30日呢 当时有一个澎湃新闻有一个报道 那时候就开启了叫什么学习 好像是中国还有个微信 微信学习网 对对 有那么一个人 对对吧 是不是都得开始学习习近平语录了 对对对 对没错 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那时候习近平呢 搞多人崇拜了也是 对在中南海学习小组上呢 习近平总书记李直气壮指出 党政居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必须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这个就是重提了2012年11月的 这时候老百姓就谢了 这时候老百姓才知道 感情这么回事啊 那个权力关进这个制度的笼子 那是忽悠我们的 然后这时候 人家四年以前就说了 但是现在的外国人也开始相信了 发现习近平原来是这么回事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1月30号 这不是中南海的那个学习吗 然后到了2月6号呢 就是春节了 春节呢 每年在人民大会堂有个团拜 对吧 在团拜活动上呢 这个李克强呢 就讲的话 李克强是这么说的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国改革开 我国改革发展的巨轮 破浪前行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激流漩涡中 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让我们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砥码前行 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努力奋斗 这个就是李克强彻底缴械投降 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习主席的 习总书记的周围 而且要做的是习主席的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李克强自己的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 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没 就彻底死了 对 完了你看 他刚才您 我记得您说这一段中有什么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然后呢 习近平在宣布我们已经达到小康的时候 李克强说我们这有多少人 六亿人收入人金收入不到一千 所以老百姓喜欢听他那个东西 所以一直就是清官情节 大家总是希望 这个有那么一个清官大佬也为他说话 对 而且就是他时不时的 我就记得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盛宵承上了一次 就什么李克强 要取代习近平 是不是说 什么李上习下什么 对 当时是那个说的有鼻子有眼 因为当时不是开始就说 从这个导火线我记得是说 习近平他的终身制就取消那个就是两任的那个限制之后 说你遇到很大阻力 然后特地上面有这个就是老干 就是那些叫什么 离休那些老干部 什么顾问委会那些 他们在送平什么的 在压习近平 所以安排的习近平我保证不断追求你 说的有鼻子有眼了 然后你就下去领阳上 当时就这么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对 我记得我当时是跟你做节目还是说 其实我是凡俩做过这个节目 对 我说李克强麻丽的 想赶紧走呢 他才不会恋战的 他还想当第一把手 不可能 他真是安安静 郑明说的完全正确啊 到现在 对呀 我觉得他想下来 其实啊 我就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咱们现在还剩了谁啊 还剩了朱镕基啊 还剩了胡锦涛啊 还剩了习近平啊 就这些人呢 和这个共产党呢 有的是有血脉的联系 有些呢 是有情感的联系的 我觉得朱镕基和胡锦涛呢 属于跟共产党是有情感的联系的 因为就是我父亲说嘛 说胡锦涛是带着红领巾长大的 就是他在党的教化的熏陶下长大的 他跟共产党 或者说跟共产主义事业 他是有情感联系的 那么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呢 特别是习近平 习近平我相信他是要保红色江山的 而且习近平他的梦呢 他是要实现台湾回归 回归大陆的 他要实现 在历史上 名流轻史就是这个问题 对 我相信他是要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命特别的好 正好赶上那个拜登这么一个 这么的一个 就是老年痴呆的总统 搞得国内也虚弱 国外也虚弱 对呀 弄得这个 居然这纽森还跑到北京去拍他的马屁 觉得得到习近平的支持是纽森可以当总统的一个筹码 你看这事多可笑 对 多可笑 而且居然是去跟他讨论绿色新政 这不更可笑吗 所以就是又可以说到这个伊兰马斯克在北京做这个绿色新政的这个电车厂 对吧 这个纽森特别去看了这个电动汽车厂 说我们一向中国学习 我们要搞这个绿色新政 实际上绿色新政我说就是一个伪命题 你想想 电动汽车 它那电哪来的 它还不是发的呀 发电不用石 不是用油吗 不是用气吗 不是用风吗 不是用这个太阳冷板吗 对不对哪个不污染环境 而且你的这个电动车是二次能源 你本身就有20%的消耗 就是对能源的消耗比这个汽油车要多消耗20% 这是一个耗能产品 它这个最关键从政治层面来说呀 就是中国这个国家 它以这个叫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政策呢 满足了西方左派道德表们 他们对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追求的能够能够落实 为什么呢 新能源的上游产业 从非洲的采矿 大家都看过的视频和这个照片 你看非洲孩子们上去采矿 非常惨的去去采那个股矿等等的 那种有放射性的 到中游的这个上游采矿 那好 这些矿公司由谁投资 由谁来管理 现在呢西方列强撤出非洲 不用管了 由新的就是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去管去 中国去管你当地爱怎么样怎么样 环境也好 人权也好 他不管他 他就可以把几个官员搞定了 把几个老板搞定就行 这是上游 中游呢 它制造有强烈的大量的空气污染 大量的这个对人权的侵犯 在中国做 也可以实现 而且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 而且技能非常高的 又听话又循服的劳动力 这种情况下呢 中游也不用管 只有在恶劣的上游和这个污染的中游 能够做出这种比如电池产品 这个能量存储产品 才能够实现这个西方所谓的绿色 他们看到一个个整级的电池 但是这个电池的背后 他们不管了 由谁来管呢 习近平说 我来管 但是你得给我满足什么条件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牵着这些西方国家别走走 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刚才您说的 习近平啊 命太好 是 是 所以啊 我们 这些形态真是可以做捡奶的 不知道说 哎呀快到点了 就是 我这还有两个问题呢 对 对李克强怎么评价 对吧 对 我 您继续说吧 您这个 讲的这个说完 然后我 我这个问题很快 我就想问一下 我就说对李克强的评价 刚才西方国已经说 对吧 说他这个七十年男人那是赖衣 要是说江山市人民的人民为之送行 我说这样的老百姓 走出黑暗 太遥远了 且走不出来呢 这样的人怎么是 李克强什么时候为过人民呢 对吧 这个评价也太低了 我觉得就是李克强在位最后这些 其实就是个小丫鬟 可能连小丫鬟都不如 心情极不舒畅 然后下来以后呢 我觉得他一定很轻松 赶紧下来就轻松了 然后呢 突发心脏病去世呢 对于家人来说呢 当然就是挺悲伤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起来是叫什么悲情可敏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于国于民呢 我觉得无从免怀 这是我觉得 嗯 那个那好了 那我就问下面的问题啊 嗯 这个有一个很快一个问题 我给您看一看 这个是也是您的朋友 蔡霞老师的这个推文啊 呃 这里你看他说的是什么 呃 基本上就是他认为 李克强是住在商江东郊宾馆吧 他周边都有非常高水平的 这个心血管医院 他怎么可能68岁这么快就死亡 而没有 说中山医院抢救成功率96% 所以李克强的问题 李克强被送到哪抢救的 这个就涉及到网上现在广传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也是他 蔡霞女士他转发李承鹏啊 大眼哥 他说的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这里就说一个现在有一个阴谋论的问题 就是李克强到底是真正的突然自然发病死亡 还是被谋杀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当时自然了 就有点像那个当时陈小鲁吧 陈小鲁就是 大家一对开始都认为陈小鲁是被杀的 对啊 这其实就是跟那个胡耀邦是一样的 胡耀邦当时就便秘嘛 便秘完了就就突然那个 陈小鲁也是 当时就是哎呀我不舒服 我不舒服 完了马上就不行了 嗯 我觉得李克强这个没有什么可阴谋的 因为习近平他没有必要嘛 这个李克强对他不构成任何的威胁 他下来了 而且我觉得李克强下来以后 就是真是心情非常的轻松和舒畅啊 就什么事都不管 什么事都不干 这是最好的 他不会去干 去想说还给习近平捣点什么小乱啊 不可能的呀 这是不可能 而且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突然的不幸事件 就是突然发了心脏病 然后抢救不及时 不是抢的就是没有抢救过来 对后来人们我看网上有人已经 我昨天和那个雨林的节目中有人已经说到了 说他是叫做叫什么心脏骤停 心律骤停什么 他说那个死亡率90% 你根本五分之内抢救过来就抢救不过来了 你帮我讲多少医院的条件 他不是心肌梗死 我还说错我是心肌梗死 所以按照那个人说法呢 他应该是这种病是很难救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先是 我也表态那个南洋界 我同意您的观点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看到说 这这样的高官 他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 他没想到说你在你 你从可以说从大学 像当团干部那种叫什么 我们以前哪个学校都有那种 就是团 团派上去嘛 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你得当小媳妇 你得受窝囊气 你得人勇负重 你得憋着 另外你还得玩命干 然后呢你一级级上去 一级上去 到李克强 这时候他他开始从 他可能工作过度 来争取保住自己的位置 能争取被提拔 然后又寓于不得志 所以呢这种其实对他 对每一个干部身心的造成了伤害啊 这也是个重要因素 你不能光看他到时候 他有多大的医疗保健队伍 多好医疗条件 再好医疗条件 他人他要是不成了 他也不成了 所以我也觉得有这种考虑 大家也能考虑在内 是我觉得他一直是处于一种很压抑的情况 很压抑啊 对啊 非常压抑 对啊 郁郁寡官 最后郁闷而死 这种从古至今都很多嘛 对吧 对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您看这个 我刚才说蔡霞他这个 您看蔡霞的后半段 不由得想起七六年的四五 八九年的六四 二零二年的 这个十月十三号 十月二十五 我的就是天文广场 四通桥 乌鲁木街头的呢 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次李克强的去世呢 他已经引发了很多人的这种纪念 而无论是你从那个周恩来 1976年一月份 一月初去世的纪念活动 导致到四月五号的 这个抗议和骚乱 他都有这么一个和胡耀邦的去世 到这个六四 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次有没有可能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李克强的去世 会引起这种对一种 就是抗议活动也好 什么活动对令这个当局感到 有些要顾虑的 我觉得不会引起什么 在后续的 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就像我开始说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于习近平本身 一定是一个震撼 一定是一个震撼 他就知道老百姓 有多么的不喜欢他 因为其实李克强这个人 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对吧 但是相对之下 居然老百姓会去这么的 还原他 我觉得对习近平是一个极大的阵子 他没有想到 而且我好像习近平也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 你看他那个样子 好像是 对 他也有点 有点帕金森病 反正我美国这边董医的一些朋友 就是看他的举止啊什么的 说他有一定的帕金森病的 他是有病的 我觉得对他是一个 看上肯定不是特别健康的 对 我觉得老百姓这是找了一个出口 但是如果老百姓真的要如果觉得 像他是人民的好总理 像中文来一样 中文来现在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他什么人民的好总理啊 要没有他老百姓日才好点过 对吧 那我觉得李克强呢 相对于中文来呢 造的面没那么多 也就是一个河南省 后来呢 其实就是不做事 但是如果对于这个人给予特别的 就是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出气口 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热烈盈眶啊 觉得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是欺使能耳啊 我觉得要如果是这种认知的话 咱们是不是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太低了呀 这也有点太低了 其实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 至少第一要为人民服务啊 对吧 你可以数出来 1234567李克强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啊 如果你连这个都数不出来的话 那我们老百姓还有出头的日子呢 对吧 你至少要要知道 这个老百姓是这个 就像高瑜说的是 老百姓是江山啊 对不对 你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最先考虑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啊 你至少要把它说出来 123456你像川普我们至少能说出很多事情啊 川普四年给我说多少事啊 对呀你李克强十年在位 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河南 还有比方说他说了几句 有多少人是贫困人口 对吧 但是你做了什么呀 什么也没做呀 大家对李克强一样最深都是他说那几句话 对 对 说了几句话 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衰败到什么程度 一个人不做事 但是能够说几句人话 大家就已经觉得就很不容易了 这个就一步步的走下来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跌落的太低了 我想这节目大概就说到这 最后我能不能在最后我说几句 我想对你和雨林说的话呀 好啊您欢迎啊 对不起啊 我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啊 就你说就对蔡霞对高瑜这些人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啊 对李克强的赞誉啊什么的 你说这些民动如何如何 我呢喜欢说是我们旧观点论观点 我们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一定比人家就高明 对吧 我觉得民动呢这个词太贬义了 就是把你自己看得很高 把别人看得很低 我不赞成 我上你这个节目并不等于我赞成你的这个说法 我不赞成民动的这个说法 我对很多的民运人士 特别是那些坐我牢的 我是非常尊重的 对于蔡霞对于高瑜 我也是尊重的 我们只是认知的不同 这是我说的 我不希望以后你们在 不过这是你的自由 我不干涉啊 我只是表示我的态度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昨天我听了你和雨林的节目 你就是雨林认为呢 这个麦克强森呢 是上帝的这个神迹吧 说是一个神迹 我呢也经常说就是做事在人 尝试在天 但是我说的这个天呢不是上帝 我认为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这个麦克强森上位呢 我觉得是人的努力 然后正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契机 所以他才上去的 所以我也想表明我这一个态度 就是我不认为这是神迹 但是我认为这是正好城市在天 而这个天呢是一个契机 嗯 就说这么点啊 太好了 我跟您说啊 那个其实我们说民道也没有那么严肃 只是说想有点用的 但是如果您说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冒犯的像我们的朋友 我们其实管它叫异议人士就行了 以后不叫不用民道这个词 或者叫民运人士 民运人士或者异议人士都可以对吧 那这个啊 这个事情我向您保证 我们肯定改过来 也感谢您的批评 也不是批评 这是我讲我自己的想法啊 那么第二个呢 咱们有不同的角度认知呢 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您没有信上力嘛 所以我昨天我特别强调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信息 迈克章斯要看您和小夏 那个自由美丽天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也特别受欢迎 现在好像都两三万人点击量 非常好的 因为那个自由美丽天平时都没什么事 小夏的一闹蛮广播化的节目 所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后我觉得您还是要这么来诚实的分享 直接说没问题的 我们在一起都是好朋友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不断的改进 再说我再说以后 别说什么什么重量级资深的 没有啊 我最后再说一句就是 真的等着这个习近平这代人走光以后 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再上来的人 就是一帮的傭才 蠢才 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 没的可说了 就不说了 最后到习近平死 咱们就打住了 我就根本就不了解 不认识他们了 这习近平这一代人 我还是有自己的感觉和认知的 但是到以后的人 都是些什么人呢 不知道了 没法说了 不过你也别忘记了 就是他这个体制 如果还继续延续 他的权力能得以延续的话 他的传统还在 所以呢 我觉得您 您会有一些分析 还会 还会非常的有意义的 那就不知道了 再看看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好的好的 那今天您看看 南洋姐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 我们这时间掌握挺好的 别太长 好的 那正好刚刚一条多一点 那我们今天要到这里吧 好的 那就谢谢这个南洋姐 今天这么晚了 跟我们来分享 也感谢大家来收看 这里是寻经问证 我是张旭 我在美国诗加哥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 谢谢